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1号 主要是2月28号台湾的228自由纪念日 全国放假一天 因为润月所以今天3月1号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常常讲耕读堂是终身学习 有的人讲终身学习多累啊 我已经退休退役 我还学习什么 我都老了我还是学习什么 我都有病我每天都数的药丸过日子 随时就要帮主宠招了随时要挂点了 我还学什么东西啊 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以我现在来讲啊 我现在这个胸前挂这个是一个什么MP4吧 还是多少我不晓得 反正现在是用晶片啊 我把我喜欢的曲子把它录在这边 然后随身带着听 随时就可以听到 随时可以听到我想要听到的音乐 然后如果我想要学的曲子 新的歌 新的什么东西 我都给他录起来 谁走到哪里都听到哪里 人家说开车可以听 骑母二手可以听 骑脚二手可以听 走路也可以听 随身听 这就是新的所谓的随身听 workman 那这就是终身学习的一个典型 我今天举个实际例子好了 因为我很喜欢学东西 上次我跟这边 这个所谓的 刚刚是文化局所谓新的以租代户 新租户 36户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讲说 他要把他余生的梦想 在这边完成 我说五年之内完成不了那么多梦想 那他讲到所有梦想 我这边都已经实施过了 他很惊讶 我说你不用惊讶 你才几岁 你才四十几岁 我今年62岁 我1955年出生 就在后面这个房子 就在后面这个房子出生的 他现在62年都住在这个地方 你那些梦想我早都实现了 那我现在讲 我还有什么都 什么都我没有实现的呢 我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实现 比如说 我以前 这个高中的时候 甚至于大学的时候 都连电脑都没有 学校有一台电脑 是几个房间的电脑 用打卡的 用读卡机的那种电脑 那时候我就拒绝学习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这个很不实用 但是现在 家用电脑 PC Personal Computer 已经那么流行了 而且网路现在这么流行 我一天挂网挂12个小时 很多人讲说 你一定是挂网上影证 我说不是 我看的东西 我看的东西 类别很多 包罗万象 绝大多数都是知识性的 不管是文史 Discovery 还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还是什么 还是些考古的节目 甚至于科学 甚至于机械设计 因为现在有3D的图像 动画可以模拟 等等 这个就是与时俱进 那我们活一天就学一天 一直学到 Until to die 学到死为止 这句话有的人 我常常挂嘴巴上 这个学无止境 学到死为止 这句话有的人讲 说很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比如说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吃蛋卷 那我就从网路上 学会做蛋卷 我就买材料 我买那个机器 来压的机器 然后买材料 来做 那我很多 很多东西 我没有做过的 吃的 吃的 我看到那个电视上 这样子 看网路上 有人这样教学 我就筛选中间好的 我就给他常常点阅 我就照他那个 Posexio一步一步做 也可以做出美味了 那至于说 有没有人共享 那不太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天堂跟地狱 只有一线之隔 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有人过的是天堂的生活 有人是过着无间地狱的生活 在我 在我 亲身就有这样的体验 我过的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可是就有人在无间地狱里面打转 永远求出无期 所谓无间地狱就是不间断的 一个地狱过完以后 再到第二个地狱 再过 一直过 无间地狱就是不间断的 一直在地狱里面打滚 就有人这样子 精神病患就是这样 那我今天特别要 就是要把这个天堂跟地狱是怎么区分 很简单 在2017年去年的5月27号 我正在尝试新的新的东西 我要做蛋糕 要做西点 因为我在网络上学到的这些招式 我看了很多遍之后 我想很简单嘛 我就去买 买了四板蛋 就是一板十个 四板就是四十个 我准备好好做个蛋糕 蛋买回来之后 准备要开工了 听到一个噩耗 先兄心梗去世了 他比我大六岁 心急梗塞突然出世了 在他死前 我曾经问过他 我每次做新东西的时候 我问他 他都假扮高深 都参与 事前不参与 然后还要诋毁 还要嘲笑 然后适中 我在做的时候 他不问不问 事后我做出来的成果 他也假装没看见 当人家问起来说 你家的谁谁谁很厉害 他假装好像莫测高深似的 他跟我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 他死了 生死两个 当然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就觉得 很微妙的是 天堂跟地狱 就是要一线之隔 我正在要做 这个新的蛋糕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做过 正要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死了 他ending了 这给我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shark 一个刺激 为什么 我还是要往前走 他已经 已经out了 已经迎出局了 这就是非常微妙的现象 那我不停地往前走 我就看到他 不停地拉后 已经拉后了 40年了 落后我40年 还不止 他最接近我的人 可以最容易学到的东西 他不学 结果呢 他挂了 我继续往前 那40个鸡蛋 后来摆 因为整个上市 这个处理 这个伤账事情 很费事 很费心 所以没有时间处理 这个蛋 这个蛋摆得坏掉 那我冰箱打开 我一看那个蛋 我就对那个 溃跌的几些蛋 我说买了40个蛋 准备要做西点 结果家里突然 突然传来这样一个噩耗 我整个的生活都乱掉了 都乱了套了 为了处理他这个事情 又要去厌 厌尸 然后又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这个一大堆事情 这些东西都原来都不需要 不需要发生的 那他竟然他就发生了 这就是 这个生死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失一致难忘 这个 其实这个还没有多久 去年的事情 给我的冲击非常之大 大到什么 就是说 我常常讲 挂在口头上 就是说 能 我父亲 生前曾经讲说 能站着就不要坐着 能坐着就不要躺着 因为他这是对付病患的 他是军医嘛 以前是军医 军医对那个病患 就跟他讲 你如果说有体力 你就坐起来 不要躺着 躺久了会得入疮 如果你能够坐着 你就试试 给他站起来 站起来 然后你能站起来 你就试图走动 军医都跟那个病患 这样讲 不要吃什么药 就是能吃饭就好了 能消化 那怎么帮助消化 就是运动 这就是军医的 所谓斯巴达士的医疗体系 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子养大的 所以我一直奉为规念 而刚好呢 我们家另外有一个人 就是天天就是 他能站着 他不站着 他要躺着 他中年躺在那里 像一个活死人似的 那这个当然 我看在眼里面 我就把它视为不见 就像是那个Photoshop 我们把那个去背景一样 把背景去掉 它似乎不存在一样 很可悲 非常可悲 本来有人在你最旁边的人 你可以借力使力 踩在他肩膀上 跟他学习 如果是我 我就学习 见其善者而从之 见其恶者而改之 结果 这个不以灵为美 而以灵为祸 所以这个就是 悲剧的产生 跟读堂 终身学习 我从那四十个蛋 给我 跟某人的ending 给我一个很大的shark 它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常常在讲这句话 跟读堂就是什么 keep working keep running keep learning 三个keep keep walking 继续走 keep running 能跑就要跑 加快速度 keep think keep learning 学习 当然 学习之后 当然就是keep thinking 脑子一直在 在思考 往前进 look forward 永远往前看 那个人已经去世了 我们继续往前看 因为时代列车 不会因为他停顿 任何伟人的去世 都不会 时代都不会停顿 时代列车 继续往前 往未来 往美好 行走 而不会为了一个 某一个人 尤其是garbage 而有所延误 不会因为他 耽误了班 这个班车的时间 以上吴忠祥跟各位分享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跟读堂 与您共勉 谢谢